其实是现在是属于落后可能其他的国家大概有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但我们回想到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刚进入WIMAX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在网通的这个环境是领先全球大概有五年 注意我们之前是领先 因为在这当中就出现一个压错边压错保的一个情况 因为台湾在PC Windows跟Intel这一块 我们实在是想了太多太多的福利 就这十年来可能在这一块大家都做得还不错 台湾整个PC产业发展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认为Intel主导的WIMAX这一块 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没想到在这几年来反而是LTE崛起了 那在韩国的部分 其实在那个时候韩国跟台湾呢 我们都是一并搭都是压保压在WIMAX 可是韩国知道情况不对劲了 它马上停顺转换LTE 所以现在在南韩的部分 它全国都是LTE覆盖 所以他们整个上网的一个环境是很好的 台湾现在在3G 3.5G都觉得我们现在上网都觉得很慢 Lag我们在看一个影片的时候 你不会那么的顺差 所以这整个网络的一个Internet整个的环境呢 现在极起直追来得及吗 其实现在是比较一个落后的情况 但是你不极起直追 你不认赔 然后去转换一个新的一个环境 更是会落后大家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讲过 其实Intel它比较看 是做整个整个整体的一个硬体的一个规划 所以Intel看厂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手版 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Intel主导的WIMAX的部分 它看了我们看那个理想的距离的部分 就可以看出来WIMAX看的理想距离是50公里 但是LTE是3公里 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环境是 我用50公里来看 我看的是PC的环境 但现在走的是什么 现在大家走的是行动 行动不需要这么长的离数 所以反而在LTE的部分 它只主张3公里 在之前那久 我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所以我一盖就要盖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可是现在整个情况都转变了 现在是一个行动的时代 那在这一块 就像按摩打败Intel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一边我们来看LTE的发展 一定是比WIMAX还符合 现在整个时代的潮流 我们看在应用的部分 LTE就是很专精 就是在手机跟电脑等 无线设备的部分 那在整个WIMAX的部分 是在个人的电脑运用 那这一块就知道说 其实从需求端来看 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只是台湾的 这些在主导上面 主导政策的人 还是一股脑还在认为说 还要走WIMAX 如果这个地方不再去做任何的改变 台湾的整个网络环境 它还是会落后其他国家 所以云琪就一直说了 现在不开始经理直追的话 现在不赶快动作的话 恐怕就真的是越来越糟糕了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从iPhone 5出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 iPhone 5搭的是什么 4G LTE 所以从iPhone 5它会去带动台湾在LTE的试照 一定要更早 在它的频谱的执照的部分 一定要赶快试出来 但是我们还要等到年底的样子 好 刚刚云琪的部分 已经基本上让所有观众朋友们了解到说 这个LTE的部分 这4G上的一个题材 倒是在凯渊部分的话 也深入研究过 在整个4G的题材里头的话 国内相关厂商 这个鸿海也好 建汉也好 或者台洋部分 这个爆发力 让今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网络族群的国家表现 纷纷就形成是一个 这个抢掌上的一个题材 但是能够持续多久呢 你的基本面观察 我认为应该这么讲好了 其实从今年度以来 其实从对岸一直延伸到 我们台湾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我们都一直在炒 所谓的4G LTE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搭配到先前 整个iPad 2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它就已经开始 内建所谓的一个4G LTE 一直到iPhone 4S的一个部分 它也内建所谓4G LTE 一直到HTC的一些 相关性的一个新品的一个手机 其实它也开始 内建4G LTE的时候 其实这个商机 已经开始慢慢的一个扩大 而且开始慢慢呈现 它有一个上涨的一个奇迹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其实以今年度来讲 其实我认为所有 4G LTE的一个议题里面 有一档个股其实最为指标 就是5388的一个中壘 因为其实它就今年度以来 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营收的一个水平 基本上几乎每个月都在增 今年来讲 我说今年上半年 其实还有很多公司表现的还不错 但是到整个第二季开始 一直到第三季的一个过程 不要衰退就已经了不起了 结果中壘是几乎每个月都是正成账 也就是说来到今年度以来 其实从这一档个股 就可以看出这个商机已经开始慢慢扩大 但是凯元像这现行当中来看一下中壘的部分 在中壘不价表现的部分的话 基本面看起来不错 的确 可是股价似乎遇到了瓶颈 相对呈现是一个高档出现震荡 甚至比较相对高点已经开始有些压抑性的动作 对所以针对中壘这一档个股 老实讲 我并不建议现阶段的投资人下去进行参与 因为如果我们掌握到所谓的一个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近期反倒这一档个股 它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筹码松动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处在高档真的已经非常的久 所以来到这里 如果我们要去掌握到相关性的个股 其实我会觉得说 有一些底部才刚开始形成 包含像2379的一个瑞翼 甚至于3704的一个合情控 以及像3062的一个建汉 2314的一个台阳 甚至于4909的一个新复兴 这一些个股基本上 我认为都存在一个底部刚刚开始形成 而且比较大的重点在于哪里 他们都是营收略有成长 就是说营收已经开始从7月8月 开始慢慢的往上调 甚至于8月都几乎都是有成长的个股 才去把它挑选出来 配合其中我认为有一档个股2379的一个瑞翼 我觉得它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 是在于7月8月全部营收都是正成长 然后如果说我们再去观察到毛利率的一个部分 它是相对应相关的一个产品里面 它是毛利率最高 大概高达四成以上 第一季就四成 第二季还是四成 而且还是有正成长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其实大家不妨可以特别留意 你心目中有没有首选 我认为瑞翼就是我的首选 因为底部形成 然后就整个营收它是正成长 就整个毛利率也是正成长 我认为未来只要营收持续增加的话 其实也可以特别观察 那当然有另外一档像4909的一个新复兴 那最主要是PCB版的一个部分 所以来到这里 虽然针对于整个营收的一个水平 我是有点堪虑的一个情况 但是从近期法人特别下去进行 琢磨布局的一个情况来说 我认为短线之上大家也可以特别留意 好 听起来瑞翼是你强调的重点所在 那么接下来开明兄的部分 想听听看你的观察 不过你谈话之前的话 我们先切入苹果iPhone在这个礼拜就开卖 结果吸引不少的死忠粉丝 排队来抢购 上市第一个周末的话 销售量突破了一千万只 不过iPhone才开卖没几天 已经由网友恶搞短片了 连续上传到网路上头 而且就连纽约尼克队的后卫 这个夏伯特也来参一角 为什么呢 它到底内容是什么 把iPhone拿来当作篮球打 什么意思来看看 众多粉丝千呼万怀下 苹果iPhone5终于开卖了 拿到手机的果粉们 个个开心得不得了 把iPhone5当作宝 不过也有人一到手 马上拿去做实验 只见这一位老兄 为了测试耐热度 把iPhone5放进微波炉 不到一分钟 萤幕的边边开始出现小火花 紧接着活事一发不可收拾 瞬间复之一具 原本热腾腾的新手机 这火烧成一团焦黑 不过更扯的是 这一只iPhone5 竟然被视为艺术品 喝上一杯拍卖 不到一天就被买走 Iphone5人气抢抢棍 就连林舒豪的前辈友 尼克后卫夏伯特也来参角 把这只手机拿来打篮球 看看耐摔度有多高 下来个运球 接着投篮 三分球 最后再来个篮板球 只见iPhone5掉到地上后 直接解体 当场支离破碎 夏伯特似乎玩上了影 还预告下次要拿iPad来试试看 但像是最新iPhone5 台湾水货价卖到超过4万块台币 只能说想要恶搞苹果产品 口袋要够深才行 这样子的稿法会不会太浪费一点点 那开比兄 你的观察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先从iPhone5来讲 这个iPhone5我觉得是这样子 现在是蜜月期 但是我觉得路遥之马力 我不是看出来它 它一定有它某种程度的一个需求性跟看好性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会有那么多人买 那也是一种所谓的苹果迷的效应 大家那个事业应该记得 我们上次来有讲过那个一个名嘴嘛 有一个脱口秀 美国有脱口秀 曾经做一个很讽刺的 他拿4S啊 就到路上去啊 就找一些路人说 那iPhone5出来了 然后说哎哟 对啊 事实上没什么变 又轻啊 又好用啊 讲的跟真的一样 心不作用 对啊 就仿荣了好几个人 他就觉得这是4S啊 为什么大家就这样 所以说大家就知道那种品牌效应 那其实iPhone5这次出现4G 4G LTE的一个规格嘛 对 那其实S3 早就有了 那甚至于1S也早就有了 可是我们也 现在也用不到 所以说iPhone5我觉得 有它的基本的一个需求的扩大在 但是会不会说那种 超乎预期到这种 就是怎么再创造一个什么辉煌的记录 坦白讲 我是比较中性偏保守 好 开明兄 我直接问一个重点 中性偏保守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资金比重的话 这个资金的量是比较小一点的话 可能这iPhone5的概念股的话 不会纳入你重要投资组合吗 事实上之前的话有人说 这个鸿海可能是一个买盘的重点 尤其在长线眼光来看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一头鸿海最近也不少的事情 包括在富士康的问题 结果呢 今天早上还传说 在3C厂的部分的话 还发现群欧事件 2000多人的群欧事件 这还得了 突然在想象到说 这个人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如果又回到这个4G的部分 LTE的这一块的话 这个买盘重点会是比较重要吗 那题材性 最有爆发力在哪里 我们把握事件 好 我简单讲 就是说其实这样 iPhone 5这个打开来 其实比较新的一个规格 就是大概在什么 有新的比较供应的什么 大概是新金转那个东西 其他都是旧理 那其实你看今天什么iPhone 5 跟那个牙光长的不是iPhone 5 那是因为它以后 它可以拿到科达 拿到一些回冲的一个利益 算起来有多少钱多少钱 那淤金光是因为 之前长得比较落后 所以它长 那经济是comprehensive 经济是我不管你是苹果 非苹果这也都需要 十英元件啊 我就是喜欢这种 有通用型的 好 回过头来讲 各位要小心 台湾的4G LTE概念 股被滥用掉 整整就是跟4G LTE 真的有直接切到关系的 就是你要知道 台湾就是像 刚刚云琪已经讲了很多 其实我因为 我简单讲一下 4G LTE目前 台湾没有这个规格 那大陆因为它后期来 它又想要 不要被欧美所摆脱 它有制定规格 所以它弄了一个TD LTE 跟所谓的LTE 跟欧美LTE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其实坦白讲 我们那时候我们台湾厂商 就是有一点 希望说大陆能够 跟我们再统一阵线 就人家大陆自己 搞了一个TD LTE 就人家说 你被那个英特尔 打了一巴掌之后 你还在那边期待说 大陆这个地方 会不会成为专业 结果人家自立一个新的 一个半新规格 就是一个变形的规格 好 回过头来讲 4G LTE 我认为你要找 Auto那一方面 什么叫Auto 为什么这次红海要拼这个台阳 它不是user端 它不是在室内的什么Centabox那个端 那你说一些晶片有机会 可是国外的这种晶片也有 那有两档个股 跟这个4G LTE界面 一档是创意 一档是智源 他们又跟机梯台有关系 那刚刚云琪这个表 大家有没有看出一个什么端倪 YMAS它可以很长对不对 可是它是属于PC端的 可是我们的这个4G 是走三公尺 等于说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有很多的中继 你要很多所谓的一个机梯台 点 对 点 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你要去找跟这个机梯台有关系